各位喜歡蘭花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蘭花頻道 今天我們要來看我三顆新的蘭花 這三顆都是從台灣的一個非常專業的蘭花育種 藍原Joseph Workit 得來的蘭花 這三顆蘭花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第一顆 第一顆呢 它的顏色是屬於比較偏紅紫色的一個Primary Hybrid 是有兩個原生種Biolyssia 跟Pulchra 交配而成的子彈 這顆蘭花來的時候氣根相當的多 而且當時也正有一朵花在開 然後它的戒指呢 跟另外兩顆一樣都是水苔傳統的種植方式 第二顆蘭花也是一顆奇珍型的蘭花 這顆蘭花呢 來的時候 其實它的花已經是開得差不多了 而且你看到它的花的邊緣其實有一些燒焦 這就是在天氣比較炎熱的時候 然後接近花旗尾端的時候 季送呢就很容易會出現這種狀況 非常的正常 不是因為任何其他原因 就是因為天氣的關係跟它花旗尾端 不過它還有另外一個花苞 其實當時後來養護還是有開 那第三顆呢 這顆也是相當漂亮的一個蘭花 它其實主要特色呢 除了有香味之外呢 它的這個顏色的背景顏色 還有它的斑紋的呈現呢 是相當漂亮的 我個人相當喜歡 那這邊就是給你看一下 當時買回來拆箱開箱之後呢 它的一個最原始最粗的一個狀況 那影片最後就是到後面呢 就是到後面呢我會分享 就是說蘭花這種 這些蘭花剛到我家的時候 我是怎麼對它們進行處理的 或者是怎麼不處理 那原因是什麼 等一下都可以再聊 這顆蘭花其實當時我看到它這麼多的氣根 其實我第一個反應是很開心 不過接下來我就在想我因為環境濕度上面 我要怎麼樣去控制讓這顆蘭花的這些氣根呢 能夠繼續的生長 而不會因為太乾 而就是它就自行淘汰 那中間的這一顆呢 因為當時它還有一個花苞 所以我其實對它來說是更特別小心的 因為我很想要看它就是打開花 然後培養新鮮的花 到底它長的樣子是什麼樣子 所以我當時對它也有另外一些 比較稍微不一樣的養護 然後這一顆呢 這兩朵花它沒有其他的花苞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這兩朵花開完 應該就會休息等到明年再來 所以呢它的這個養護就比較是屬於一般了 就是給水就好 然後呢就是靜置 不要理它 那回到第一顆呢 其實它主要氣根這麼多 那我如果要讓濕度稍微高一些的話 其實就是使用加濕器 那加濕器的使用這個 我在頻道裡面也講過很多次了 比較乾燥的地方 或者是冬天你會開暖氣 就會造成空氣自然而然比較乾的情況 加濕器的使用 是可以幫助你提升室內的濕度的 我這三顆當時一開始 是用小的塑膠杯承接它們 但是其實後來我是換了16盎司的 大一點的塑膠杯 一方面呢 接水 多餘的水 那另外一方面呢 是進行一些阻隔 那這一次呢是第一次我跟大家在我頻道裡面分享 其實你可以用這種針筒 來去做一個定量的給水 或者是你看我杯子上面其實有畫一圈 那一圈呢也是四分之一杯的一個水量 所以呢你可以用目測的 然後呢也可以用非常精準的這種針筒的方式 去做給水的這個動作 這個是之前很多藍友都問我 那我也跟大家就是保證過我會分享 所以就是在這邊跟大家說 那氣根的部分當時我其實是有 對它進行噴灑的這樣的一個動作 spray 因為呢除了加湿器之外 當然我加湿器也不可能就是開太久 所以有時候呢對氣根還是多少 要進行一點就是噴灑 那這樣第一顆呢 當時我後來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決定對它進行換盆 它的氣根是很多 那我其實也修剪掉了一些根系 那主要呢就是要把它們全部種回去 所以在氣根的處理上面 我是先用水有先讓它濕潤 讓它比較柔軟我才比較好操作 那第二顆呢它的根系也相當的不錯 很容易呢就把水草清掉 然後用水噴灑之後呢就清得非常乾淨 那我到時候 我當時啦其實也是用這個無機戒指喔 小顆粒的比較多一點的無機戒指來種植 那第三顆呢因為它花已經結束了 所以我也決定為它進行換盆 根系也相當不錯 那我使用的這個戒指呢 也是大小顆的戒指混在一起 大顆的是Hydrocorn 小顆的是Manteau clay 然後呢用的這顆比較小的容器 是用12盎司 因為它的根系沒有太多太多 而且還是屬於一顆中型的 就是小一點偏小型的蘭花 所以呢我用的容器 目前來講啊這樣12盎司應該是差不多的 蘭花剛到家裡面 基本上最好前30天一個月不要換盆 然後進行隔離 然後定量給水 去觀察它有沒有 除非有病重害你要趕快去處理 否則的話呢前30天 最好是不要換盆 過了30天之後呢 你再看季節各方面去評估 那這邊呢給你看一下 就是之前的另外一批Joseph Work It 也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呢 我決定為它們進行換盆 因為當時我這邊的天氣呢 還是相當暖和是換盆的時機 不過呢這一顆啊 可能是在我的養護之下呢 因為水控制的不當 所以呢導致它的根系其實沒有很好 所以我出盆之後呢 水胎卸掉之後發現這顆蘭花 它的這個根系呢是 基本上就只能算只有一根喔 所以不是非常理想的情況之下呢 我當時還是決定就是 趕快對它進行一些該處理的 那這個影片是它當時呢 我在浸泡時候的一個影片 然後它其實你看到它當時還在開花 花也很飽滿很有精神 所以是剛來的時候是沒有問題的 而是呢在我養護之下 我應該是控水不當 而且當時因為天氣熱 然後我的通風可能也沒有做到位 所以呢有些根系它就灰藍了 那這邊呢我選擇的這個 這顆蘭花的這個容器是它周邊有洞的 這種是買蘭花外面買回來的時候它附加的盆子 那我就重新利用 那種好之後呢其實我就是用水 來用浸泡的方式讓這些戒指能夠吸水 吸完水之後我就會把它這個水倒掉 那第二顆呢這顆也是一樣是裝在水苔 那這個是它上一次 在還沒換盆之前來我家一段時間之後開的這個樣子 非常漂亮喔白色 然後有一點點小小的黃黃的小圓圈斑點 也是一樣這顆呢因為根系也是稍微偏小一點的 小一點的根系 所以我用的是8盎司的杯子 加上呢這些manteau clay大小顆混合 大概比例是2比1差不多 然後呢內外杯交疊 這樣的方式來為他們進行換盆 以上就是今天為您帶來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請幫我在影片的下面點個讚 如果你要繼續與我一起學習怎麼養藍 別忘記訂閱我的頻道並打開通知鈴鐺 謝謝您的觀賞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